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沉默后的断裂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放下指的就是 你的一切从此以后与我无关 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有意思的关系 如果还能对你说狠话做狠事 那都不是真的放下了 放下是淡然 放下是默然 放下是不在乎 齐巴说的一期节目 骆振宇和马东有一个争论 骆振宇说 说脏话是一个人的情绪到了尽头 不得已地表达 马东反驳 一个人的情绪到了尽头 是沉默 好像是这样的 那些哭着甩门而出的瞬间 那些互相大声指责的通话 都有着潜在的含义 你来挽留我吧 但真正下定决心 可能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穿上日常一件普通的大衣 不动声色地离开 周末小剧 已被朋友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手了 他有些遗憾地说 离开那天 他本来想在朋友圈 略有遗失感地发篇小作文 但是他没有 细节 一位好友安慰道 真正想离开的人 关门都是小声的 他们之间曾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 好几次吵到两个家庭的家长出面劝赫 但都安然度过 唯独这一次 甚至没有任何导火索 只是在两人饭后去快递的路上 他对他说 过段时间工作要掉到外地了 他内心好像经历了一场海啸 但表面看起来依然不闻不火 什么时候走 两个人甚至没有一次短暂的对视 但彼此心里 都以为这段关系默默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感情的世界里 当一个人变得不再主动了 那一定是攒够了失望 因为任何的冷漠和被动 都是有原因的 就像有一片 如果一个人不再主动找你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在你心里 到底重不重要 可去体面里有一句说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就保留告别的尊业 这份默契的出身而退 或许也是一次对自我的救赎吧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彼此放下吧 才没辜负这些恋爱的热烈 把最美的画面都藏进心底 这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二 成年人的体面 是沉默中说再见 你的通讯录里 有多少人是你没有拉黑 但也从来没有联系过的老友呢 曾经是彼此的微信制定 和文件传输助手 如今 却连发一句问候都要试探很久 我给他发了消息 他没有回 我也默契地没有再发 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 标起了与老友A的渐行渐远 语气已然平和温软 但眼神力分明掀满了遗憾 这位博主经常分享他的工作 与生活日常 是一个极有感染力 热爱生活的人 但他将车开进地下车库停好之后 还是略有伤感的 对着镜头向粉丝们说出了 多年的压在心底的故事 他们曾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是A送的 出国留学 为省钱干脏班级 是A送他到机场 他记得相处中令他动容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现在有委屈想找人倾诉 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但是他没有再联系过 当初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而疏忽了A A的最后一次留言是 不要再联系了 我们做不成朋友了 但我希望你能一直过得好 还记得初中时与同桌吵架 忍住一天没有说话 第二天彼此为对方带了棒棒糖和花生 然后默契一笑 和好如初 那个时候 连冷战都要戏作组的 生怕对方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生气 但成年人的世界里 沉默就是答案了 我们社交的体面 或许就是默默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 步步打扰 但我依然希望你能过得好 三 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 著名作家白洛梅曾说 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恰好的岁月 遇见恰好的人 就算遇见恰好的人 也未必给得起你如意的爱情 人这一辈子啊 无非是一路地失去 天长地久这种东西 正因为难得才被歌颂 那么失去了怎么办 没有办法 就是自扛 扛住一天 扛住一周 一个月 慢慢你就放下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所谓成全别人 倒不如说成全自己 放过自己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的爱 那就去成全你爱的那个人 关于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万千变化 不过都是一份成全 希望自己的付出 能为对方的人生增添一抹色彩 当你全心去爱一个人 盘着他好的意愿 可能比他自己还强烈 其实 成全一个你爱的人 也是在成全自己的爱 这种微妙的羁绊 也是一世的温暖 黄磊说过 爱到一定的境界之后 虽然可能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和对方分开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想起对方 还是会觉得很温暖 不会因为对方的离开就怨恨在心 不会因为对方的离开就不再相爱 而是当你走了 我依然祝福 希望你幸福的同时 我也在成全你 也成全我自己的心愿 你爱他 他不爱你 放手就是成全 你爱他 他也爱你 在一起就是成全 成全 是让你喜欢的人 过得更好 不只是爱情 亲情 友情 都是如此 总有那么一件事 一段情 会让你常常想到如果 可世上并无如果 也没有后悔要 但 我们还有此刻 还有明天 还有余生 每个人都会在碰到那个对的人之前 碰到几个让自己成长的人 几个让自己成熟的感情 但是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离了谁就不能活 不要把那个人 看作你的不二选择 要及时之随 每一段感情 都要及时放下 让自己学会沉默 把自己放在高位 不要骗自己 不然 你是不能很好地 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的 热爱课题 虽然漫长 人生路很长 总是需要一个相爱的人 去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岔路口 一个人太累 但是情愿不爱 也不要让爱情成为累赘 机会还有很多 现在开始种树 等绿荫环绕 鸟语画香 未来可泣 爱成这种男人 聪明的做法是远的 孙谦大学毕业后 到了一家装修公司工作 因为是新人 对于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 于是他们都会圆着公司里的一些 有工作经验的前辈 也因此 孙谦认识了那个一辈子都无法放得的男人 徐杰比孙谦大九岁 全是带领孙谦工作的前辈 徐杰是一个很粗色的男人 工作三年之后 几乎宁愿拿下工作的奖金 业绩也非常的不错 也很有设计的天赋 公司也在大力地具备要推荐他 除了工作上 作为一个男人 徐杰有着一种成熟的魅力 做是一丝不苟的样子 让公司不少的女人都为之着迷 起初孙谦只是单纯的欣赏徐杰 但日子久了过后 两个人变得熟络起来 平日里也许画画画看 爱情不是一个人的一强孤佑 更是需要双方两个人默契地配合 爱情可以分分合合 一旦有了婚姻 需要学会被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让预防出分头脑 徐杰除了工作能力强 人也非常的沉稳 十二的小幽默 都能让女人们心花怒放 这也让原本没多想的孙谦 慢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推移 孙谦开始发现 自己竟然发疯似地 爱上了这个男人 因为两个人走得很近 公司里也有关于 两个人的闲言碎语 孙谦原本以为 只要徐杰愿意 两个人说不定能走到一起 但是很多事情 孙谦都想得太简单 以至于让他感觉意想不到 在公司其他人的口中 孙谦听到了 有关于徐杰的事情 孙谦这才发现 徐杰其实早就已经结婚了 听到消息的孙谦 都不愿意相信 因为和徐杰相处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家庭 还给孙谦一种 喜欢自己的感觉 平日里的自己 也是照顾有加 二 不是所有人都会一直陪伴在身边 这期当下的一分一秒 每一分好都显得民族珍贵 因为徐杰对自己的暧昧的行为 差点骗了孙谦 但是对于孙谦来说 他是真的爱上了徐杰 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让孙谦突然看懂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 每每在夜里辗转反侧 上天给他的爱情 开了一个颠大的玩笑 当孙谦和徐杰摊牌的时候 徐杰一副惊讶的表情 对于他已婚的消息 他承认了 但是他却承诺孙谦 会和老婆离婚 然后娶她 孙谦是个单纯的女人 但是思谦想后 他算是明白了 男人的话信不得 即便是自己最爱的男人 离告诉自己结婚的消息 让孙谦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小三 孙谦也入生心欲绝 他是真的是爱这个 提供他的男人 但自己仔细想了几天后 孙谦还是向孔子递出了辞职性 他也彻底的徐杰断了关系来往 一年后 孙谦遇见了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 他们光明称大地感情了恋爱 四 爱上了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怎么做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女人千万别做婚姻中的小三 一个男人可以被反和自己 同床共诊的妻子选择你 也会有抛弃你选择别人的时候 永远别把这当作胜利 尽快地逃离不正当关系 是一个聪明女人的选择 在一段畸形的关系下 蒙发的恋爱 最终也大部分不会走得太长远 一个会背叛他的人 也会背叛你 爱情往往不期而遇 遇到心动的人时 自己都搞不定状况 我们都希望和喜欢的人 在一起彼此陪伴 感情听不住人为的控制 人不能做到把感情收放自如 所谓爱如腹水难收 心动不容易 面对爱情总想要紧握在手中 爱情很迷人 但某某最迷人的也是最危险 遇见了对的人 爱情是缘分 遇见了错的人 爱情就变成了负担 女人对待爱情更容易情绪化 维持辅助要求一个好的结局 但若是爱上了错的人 就要学会及时之损 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可以大胆地追求爱情 但要建立在合适的关系上 你爱的人同你一样单身 你们两个就有发展爱情的可能 当爱上的那个人已经有了家庭 你要明白 这样的爱情走不到最后 你的爱仪对你对她而言 都是一种负面感情 女人不要傻傻地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背后发展关系或是执意等她 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情 结果往往都不见人意 当你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最聪明的做法只有一种 放下并且远离 对你对她都好 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爱情才有发展可能 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 开头就是一个错误 女人要想明白 你们之间的不可能 爱上了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面对他和妻子的恩爱 子女相伴的幸福 你的心情是沉重和难过 但出于道德 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爱而不能 那就选择放下 不要执念于一个爱情的结果 就算他明白了你的心意 你们之间总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屏障 小小的你中 李贤是王妮的部门经理 两人经常一起工作 李贤心格大大烈烈 也经常照顾王妮 在一次出差中 王妮被客户不以为难 李贤作为领导 也是为公司员工的权益 替她出途解决的事情 本来就对李贤具有好看的王妮 一瞬间感动和喜欢被牵引得出来 但李贤已经有了家世 不及安爱家庭和梦 王妮在感情中的状态就是 进一步没资格 退一步又舍不得 她曾想过要指引追爱 但若是发展下去 就是横刀堵爱 后来王妮想明白了 爱上有家世的男人 本身就是错误的开始 放下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不愧对道德 也不愧对自己 爱上有家世的男人 不要想着等待或者表白 她有家世身上就有责任 女单方面的感情 不会比一个家庭重要 不要想着聪明是表白追求 这样只会聪明反对聪明度 聪明的做法就是放下 回归到现实生活 三十二一周 王曼妮和梁臣妾 在相处同对她产生爱因 王曼妮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 却发现梁臣妾是已婚人士 面对梁臣妾隐瞒自己的已婚身份 她虽然埋怨 但是爱得太深 让对王的家庭和她做个选择 但是梁臣妾因为责任而辞离开了她 王曼妮想过被爱纠缠 只想和她在一起 但是最后明白了 远离是最聪明的做法 爱上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所有不好的影响都要自己背负 把心收一收 转移注意力 在生活中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才是要做的事情 纠缠不清 只会给自己独尊烦恼和压力 面对这样的爱情 继续发展没有意义 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愿意和你发展感情 就算最后走到了一起 你们之间也不会幸福 你会害怕历史在你身上重演 一个男人可以为了你离开自己建立起来的家庭 那么他也会为了别人离开你 所以说 如果爱上了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远离他 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但却能够及时至此 一段不应该开始的感情 就应该趁早放下 这样你就会发现轻松很多 大大方方地产生爱意 发现不合适不可能 就潇潇洒洒地放下离开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有时候心动可能只是简单的感动 爱上有家世的男人 女人要学会看头看淡 遇见了错的人 说明缘分还在后面 自己要做的 是成立更好的自己 令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努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格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格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听您的深呼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明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顾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不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